就算忙著跑黨內立委初選行程 但是幫助弱勢的初衷和行動 一直沒有停下來過 張秉均特地到位在七獨篤南地區的 台灣夢 篤南社區兒哨 陪伴竹夢基地 製贈200顆雞蛋 為小朋友們的餐點加菜補充營養 也受到小朋友的熱情歡迎 以及基地負責人的由衷感謝 謝謝張玉座今天特地 帶了雞蛋來觀音 我們感謝他 國安竹風基地感謝張玉座特地的光臨 我非常謝謝他 今天來跟小孩子一起互動 我們真的謝謝 去幫助我們這些需要幫助的小朋友們 其實我們知道很多的小朋友 是需要更多的社會的資源來去貫注 讓他們可以在有更好的教學環境上成長 未來鼎君也會持續來媒合更多的資源 希望能讓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在一個優質好的教學環境上 長大成人成為以後國家未來的動員 張秉君也和小朋友玩起非洲鼓 也感謝竹夢基地負責人幫助這群小朋友的付出和努力 另外張秉君也結合中山區一處大型建案建商的愛心 到七肚區獨北里社區關懷據點分別製贈200顆雞蛋和鳳梨 給社區關懷據點的長輩共參加菜 補給營養讓長輩和里長開心又感謝 非常感謝秉君議員來我們獨北里關懷據點 那贈送我們的雞蛋跟鳳梨 讓長輩有更豐富的營養 建商也將在4月22號到5月1號的假日期間 舉辦第二波的春樂農漁原油會活動 免費送參觀的民眾鳳梨 藉此也協助中南部的鳳梨農行銷鳳梨 同時也利用原油會讓基隆市的農友 在現場行銷販售基隆在地生產的 桂竹筍等農特產品 因為我們第一場的農油會非常的成功 那大家都非常響應 所以我們加碼我們開辦 這是從4月22到5月1號 假日的時候我們在我們的監燈現場 會贈送從台南關廟直送的鳳梨 那也請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我們孟岳城社區這一次再次的辦 我們農雨市集 所以我今天特別與它一起結合 將我們一些新鮮的雞蛋以及鳳梨 贈送到我們孟漢里長這邊 因為我們知道孟漢里長 其實非常關心到我們弱勢 還有一些長者們 所以算幫我們這些長者加菜 對於市議員張炳君能夠牽線利用 不同的場域行銷販售機動式農友生產的 在地農特產品 市政府主管單位產發處 也很肯定張炳君的用心 我們常常辦活動通常是邀請我們的農民 農跟魚的朋友來一起來參加 那其實因為這個場域是他們平常沒有接觸 但是反而是不同的生活圈的人 可以一起來認識我們的馬林的農產品 或是海邊的魚產品 其實是一個蠻好的機會 那因為剛好辦理的這幾週剛好都是春天 春天你就是農民收穫比較密集的時候 像是現在開始有柚花開了 準備要長出柚子要開花結果 所以通常這個期間我們會有幼樹認羊 然後再來就是桂竹筍也開始漲 桂竹筍了 然後再來就是綠竹筍在6月也開始 陸續會漲 然後所以這個期間有很多的農作物 都是在開花結果 然後也非常適合大家一起來 我們馬林修去走一走 所以透過這個雲遊會 可以第一線接觸民眾之後 讓他們農民去介紹 他的農場有什麼樣好事好玩的地方 不用說一定是要透過網路才能去知道 或認識農場的知識 所以透過雲遊會可以獲得蠻多的資訊 是蠻好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藉由園遊會 第一個可以幫助到我們的果農 然後因為有免費贈送鳳梨 第二個也藉由他們的底翁券 然後可以去現場來去購買 不管是我們基隆在地的餐飲 或是年輕人的一些創意的作品以外 更可以去買到我們基隆在地的 不管是農產品或魚產品 那對我們整個社區 對我們整個經濟也是一種勞動 張秉均強調只要是對弱勢族群 以及各行各業有幫助的事情 他都非常樂意盡全力來幫忙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與大小小小的甲材 還是操作 許津 在這裡 其實這個 我們先把這個 我們先用一把 我們先用一把